大家看看我在我后面这个画面 是不是一看就非常有烟火气息 我们家怎么这么滑 好吃 它就滑 我们在这里是有九年了 哇塞 我没吵了 我下课了 我有点心动 我要不自己买的 一只鸡 四只腿是吧 一只鸡 四只腿 好吃 味道一几八 自从我上次去河南的一个小区夜市 我就非常喜欢 我还没跟你说 我现在在重庆 城南家园 也是在小区里边的一个夜市 看看重庆有什么好吃的 这里应该会吃的比较辣 然后物价肯定会比河南贵一些 不过我看很多网友说 这里的夜市又好吃又实惠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里好像也是一个菜市场 除了摆摊卖小吃以外 也有衣服啊 也有水果啊 蔬菜 这个土豆看着很不错 这个可以买一个吗 可以 这个怎么挑 越大越好吗 丑一点的都好吃 丑一点的 好 然后这个再来两个 这个两个送你吧 哦 谢谢 谢谢 一开始进来这里就有一派水果 我先吃的这个抽菊 开开胃 因为是酸的嘛 嗯 其实不是很酸 比较甜 发湿的很 这是什么饼啊 肉饼 怎么卖啊 四元 四元啊 那来一个呗 刚刚才吃过的 好 谢谢 不谢 哦 还是热乎乎的 哎呀 我每次都会犯一样的痛 就是一上来就会吃很多碳水 但是我一个德国人 我经过肉饼刚刚炸出来的 我是真的忍不住 我经过这种饼 我忍不住 你应该做了很长时间吧 我们在这里 你就是九年了 九年啊 然后老公煮着老饼 然后你煮着那个 豆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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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 尝一下 嗯 很好吃 好吃 嗯 谢谢 嗯 真的是我小时候的味道 我妈也一直会做那种有炸饼 所以我以前这么胖嘛 妈妈的味道 每天几点开始卖了 几点 几点是什么摊呢 晚上八点 晚上八点 嗯 早上还买的时候都收得比较早 早上在哪里 当下等 也有摊味的 我们有摊味 经过社区 陪到的 哦 那不错 我们都有 温身虚可质啦 健康质啦 悲难质啦 都有啊 爱惜的 都有 那我吃得很放心 放心 这种我是真的 真的忍不住 好 那我们就找一下下一个美食 这个香酥鸭我在网上也看到了 一定要尝一下 这个有很多人在拍队 你们家怎么这么滑 好吃它就滑了 你的中文说的这么好 还可以 还可以 你吃得惯这边的味道吗 吃得惯 除了这儿更不适合吃得惯 我又不吃皮蛋拿过 皮蛋 哦 皮蛋也还可以 我觉得你们这家店 整个夜是最火的一个 还行嘛 那一天 这几点开始卖呢 一般下午四点 五点 每天买一百只鸭子有吗 以前做一百一百二 哦 是吗 现在做八十只 跟我老婆两个人做 嗯 所以说做的太多了 太累了 真的很香 我去拍队了 馋死我了 下一个就是我的对吧 对 这个就是你们重庆的特色 哈哈 重庆特色好吃的多得很 嗯 你们这里十个人里面 有多少个喜欢吃这儿更啊 四个里面 起码有八个喜欢吃 八个 嗯 我也要 我要如相随俗 啊 sugui 这是我的对吧 对 都要 好 看怎么好吃怎么办 好 好 谢谢啊 拜拜 拜拜 那老闻 这个土豆怎么卖 七人一碗 也可以拌面 也可以不拌面 哦 那你给我加一个 土豆拌面 要不要这两个 这儿更 嗯 你说要不要 我问你吃不吃了 你觉得好吃不好吃啊 你如果吃得来都好吃 吃不来就不好吃 那你怎么推荐 你觉得有吃还是不要吃 你是故意找茶是不是啊 开玩笑 我吃我吃 加面多少钱呢 都是七块钱 都是七块钱 嗯 蛮实惠的 这么多啊 分量很多的 对你吃嘛 哇塞 你还赚钱吗 我买了一个碳水加碳水 其实网上也看到过 然后这个 哇我一直产这个 冷面加养育加土豆 放了两种 辣油 植耳根 葱 拌了很多调料 而且是糖醋的 才七块钱 这么大一碗 又辣又甜又酸 我好像吃到了植耳根 哎呀好好吃啊 真的 非常奇怪的一个味道 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香酥鸭 哇塞 刚刚那个买香酥鸭的姐姐说了 80%的顾客喜欢吃植耳根 那你们正好也可以投个票 你们喜不喜欢吃 反正 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很多 有点辣 很多外地人 来到这里 或者来到西南 觉得不是很吃的乖 哇 鸭子炸得非常的入味 外面是脆的 里面还是嫩的 然后这个骨头 也是软软的那种 所以骨头也可以吃的 这个你们一定要尝一下 而且也是会 30块钱 一整个18块钱半个 这个100% 把鸭子和面全部都干完了 感觉我还没进这个夜市 我都已经吃完了 看看他们还有哪些好吃的 这里有一个烤冷面 然后你可以跟它往石头剪刀布 三句两句 你一赢了就是免费的 它肯定有一个什么机球 因为我之前也看过 怎么可以在石头剪刀布 一直赢 然后它肯定也研究过 我先去上网 我看一下 你们等我两个钟 科学者找到了 这个就是很科学的 科学者找到了 这个就是很科学的 这个就是很科学的 好 好 我知道了 我现在去了 好 选一个套餐 然后跟我们美女走吧 我就12块钱了 12了哈 来了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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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dy Go 石头剪刀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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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输了 我这边准的 哇塞 谢谢谢谢 谢谢 It will kill 石头剪刀布 啊 输了 石头剪刀布 石头剪刀布 你输了 什么啦 石头剪刀布 一局石头剪刀布 石头剪刀布 石头剪刀布 二两局 二两局 我输了 石头剪刀布 一局石头剪刀布 石头剪刀布 石头剪刀布 还两局 啊 我现在拍到一个你赢的 可以 我现在拍了 全部都是你输的 哈哈 输代表真实 他们活动有效 知道吗 不许演 来 老弟 石头剪刀布 我输了 石头剪刀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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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输了 我输了 石头剪刀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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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点心动 我要不自己买单 我现在是第一天 就是搞个活动 大家可以职务一下 不是每天这样的 我每天都这样 每天都这样 那不要亏死了 那我每天就过来 可以可以 为什么这个叫冷面的 对 因为它不是热的吗 朝鲜冷面吃过吗 这个就是用那个冷面的面条 压缩成的面饼 哦 所以叫冷面 哦 恭喜姐 哦 谢谢 不客气 烤冷面好像从来没吃过 嗯 里面的葱 脆脆的 然后再放一点那个醋 然后一般淡白油会放糖 但是我今天减肥 所以我没放糖 味道很了呀 很好吃 啊 谢谢 嗯 辛苦了啊 明天不要这么搞 所以否则你也会吃啊 看没得事没得事 吃吧 好 这是烤鲁酥吗 嗯 这个是鸭腿 鸭腿 对 鸭腿 哪一个吧 哪一个 辣椒 辣椒要的 嗯 蛮香的 啊 挺香的 真的挺香 一只鸡四只腿 蛮 一只鸡四只腿 两只腿 到底多少腿 两个腿 两只腿 哪一个四只腿 嗯 我们国外的鸡 可能有一点不一样 嗯 不一样 你们我知道 你们是国外的啊 这我已经听饱了 但是还是要补充一些蛋白质 而且我看那个阿姨很可爱 然后我还跟她 大家开一些 走势的玩笑 所以我买了这种6块钱的鸡腿 嗯 非常的嫩 外面放的那个奥尔人酱 甜甜辣辣的 非常好 这里还有非常多很赞的炒面炒饭 麻辣烫 麻辣瓣 而且这个大马路两边都有很多摆摊 所以要是你们喜欢这种校园文化 强烈推荐你们过来 但是我现在真的吃不下 因为我还有留位 我最后一个 一定要来吃一个红油炒手 所以我现在去找一下 吃吃 有炒手 这个是买生的吗 对 少的不买 很美 他们这里搞了一个这么大的牌子 红油炒手 红油炒手还有吗 没有卖红油炒手 卖的是快餐小碗菜 那那个怎么这么大的一个牌子 写的那个 他现在换了 换了 嗯 扎心啊 是这么大的一个牌子 换了店 没有换牌子 老板那个红油炒手有吗 没有了 我们给你一下饭 看一下这里 这个就是炒手的红油吗 嗯 对 来一份吧 尝一下味道 好 10块钱 10块钱 好 花了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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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吗 对对对 哇 这很辣吗 不会很辣 我发现重庆真的会搞这种佐料做的特别好 你等一下试一下 每家每户都有每家每户的味 哇 你看一下 嗯 很麻热 啊 是很好吃 里面是猪肉 但是馅儿不是很多 外面这个皮 没那么软 我很喜欢这种 非常好的一个结尾 这跟上海也不一样 上海的馄饨里面好像没有蔬菜 一厘磅 外面真的很麻 你看这个辣油 最好一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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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麻很麻 很麻 味道一地帮 我都说不上来 我今天吃的哪一个东西是最好吃的 前面那个肉饼 土豆拌面 像素鸭 红油炒手 鸡腿啊什么 都非常好吃 而且这里选择还有很多 我今天都没有吃这个麻辣烫 或者串串烧烤啊 所以下次我一定要再来 你们也可以自己体验一下 我把那个地址放在这里 价格也真的很实惠 大家都很热情 我刚刚跟那个红油炒手 两个老板还聊得很开心 所以这个地方真的非常推荐 你们过来 OK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